歡迎光臨T1宇宙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您在今天12月17號 禮拜六的下午2點 欣賞11體育家族 為您所直播的T1 第二個賽季的現場直播 那今天來到的是 台灣體大的體育館 就是台中太陽隊的主場 太陽隊今天要迎戰來訪的是 台灣啤酒英雄 這也是雙方本季第二次的交集 今天開來的嘉賓是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 林志鴻總經理 現在職業聯賽也慢慢的前衛 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盡控大戰 好 比賽即將開始了 現在在賽季中那個 各個球員 一打一個 有機會 這場比賽很有機會 達成14%的主攻的機會 阿劉給了Early 愛里小哥哥 一開賽 出來啦 那個Bisha對於 對位的是 對位她的是那個 周博勳 Early 開賽是聯打5分 一個Glofen 她真的很願意去做進攻 她目前為止就是 她們的控擋都有 但是命中率還沒有提升 收到命中率 阿環馬上就來一致 非常的去講究說 那個球員的臂長 艾里翻身 小安在法球界附近翻身 2分有 不過目前還在板凳上 阿環 高打板沒進 但是艾倫藍底下 激光籃板加2分 搭配一個226的布拉 什麼叫籃下肆虐 真的是籃下肆虐 阿環 艾里殺進來 找到外圍的小安 45度角 外線4 3 被 寄了一個警告 這也是阿環的戰術之一啊 計畫通阿環啊 Brandon到 在台瓶英雄市場均27分多 拿下了第一季的得分王 喔 來底線 底線 王中安底線 繞出空檔之後 球競算 N1 太陽隊5分落後 B上 翻進來之後 再給到跟進的四攻 國手駿 然後太陽隊追一邊 重力B上 還是沒有 自己抓 再起終於放棄了 外線命中 有禮貌啊 所以說變成說 我們的那些球員 比較不會有這種情緒上的展現 但是 應該是說他的側邊 有吃到一點線啊 這個規則不同啊 哇 而裡超級大號的三分球進 球沒有進 艾琳 前面是2打1 他踩一個歐洲步 自己上 競算N1 我轉眼間 又已經回到5秒以內 勢東 阿環在快過來 被 三個也是他能夠發揮出來的特色 身體的對抗性加平衡 是這樣 哇 這球被Ebay給點掉 前面跑快攻 高舉起來的話 應該只有將近 已經將近280公分 270公分了 Early 前面都是綠色球衣 地下還要硬殺嗎 哇還真的被他給 防守型的吃餅球員 是 好 講到吃餅 offense的Early 也是Early 也是Early 對 是Early的offense 小安不同意 他從 找到落側邊的射手 可是今天的射手 看起來 都沒有把握 哇 但是阿環 發生了失誤 一氣位推進 面對B sharp 他選擇用左手 2分 可以碰觸 從你比翔 拿了就起 2分有 終於 艾倫遇到褒獎 給到空手切的盧冠璇 吃了火 他的火鍋功力 李其煒 3分球 短 這邊是10分 不過當時Early 還沒有在正中 胡鼎 蔣玉安 嘗試外線for three 看看 就是台中太陽 在內線來講的 艾倫 有沒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穿到之後 盧冠璇 3分99 藍底下空掉 周柏勳 其實台中太陽的比賽 就是常常會打 他如果快攻打不出來 他會馬上來 大勝 得分其實是 比較陷入一些的 那個 乾旱 所以立刻又把Ebay換了回來 溫立皇來拔外線 G 好事喔 不需要他得分啦 對 朱立忠 灑到進去 喔 面對艾倫 來個高 對 對 白大 對位小安 小安跌倒了 艾倫 翻身 勾進兩分 這幾波就差那一口氣啦 好 朱立忠又來了 繞了一圈之後 球回給 Earley 就是 毫不講理的得分啊 Ebay 喔 球進喔 所以第一罰是沒有 艾倫在罰球線 回給Tony Bichat 剩下7秒 Bichat再給到艾倫 在亂軍之中 太陽由溫立皇來開底線球 給藍底下 GIN 白煞這個八個B 台幣在場上 小豬 小安 然後Kiwin Plee Anthony Early 跟Ebay Earley 之後 就是要跟他身旁那個人 做一些眼神上的 挑逗啦 挑逗 對 喔 這邊白上 艾倫 會噴了一個三分 而且是那種 大號的三分 喔 比較少啊 反正就是跑過去 把球塞進籃框就對了 陳靜寬 就像是那種 台中太陽這種的 團隊型的球隊 就真的很需要一個 非常穩定的射手 這個特阻力 是具有絕對的優勢 李淇偉出現了絕對的空檔 再來一個 球員 防守底腳射手的 那個球員去做協防 Bichat 回進 角出 給到李淇偉 李淇偉帶到藍底下 一個節奏 布利安德尼愛醫里 反身就頭 沒進 但是有籃板 愛醫生又飛進來 還是找不到太好的機會 白眼省 繼續給 給到球差一點掉 這一波進攻只剩3秒了 盧冠宣底線的3分球 2 預計1月底才會回歸 李淇偉露出了外線的空檔 再來一個3分球 李淇偉 第四節已經獨拿13分了 盧冠軒 盧冠軒 差不多的位置 會再來一球嗎 沒問題 有點B殺 被干擾到 盧冠軒 外線又拔了 再來一技 個人連續三顆三 他的弱側邊的射手 就會有很多的投射機會 像是上半場 阿環投進了兩顆三分 也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出手 蔣玉安 又是盧冠軒 又是這個位置 但是這次他給球 還不下攻 球的時候是有三個球員 同時往外衝 不能讓你再投了 有人跟Dawson 今天幾次球撥出來 應該有碰框阿 所以繼續走 時間繼續走 李希偉 打了就起 又來個三分球 現在當兵也有走球的人 據說他是替代翼 盧冠軒會繼續拯救球隊嗎 小安來了 進去橫擊 找到了大勝 馮君彥 今天太陽隊 輸球的話就是吞下二連敗 至於台皮的勝率 要重新回到五成以上 在前兩週 台中太陽才拉出一波三連勝 然後來到聯盟首位 現在已經二連敗之後 他的戰績 在今天可能會掉到聯盟第四或第五名 在旁邊